觀眾前總統馬英九將在下個禮拜到中國去祭祖 而且這個中國國台辦呢也表示歡迎之意 但是在台灣呢就引起了不少討論 很多人認為說這個時機是真的有點敏感 對此行政院長成賤人也向馬英九喊話 一起來聽 我想馬總統也應該聽見了台灣人民的聲音 我們希望他此行能夠維護我們國家的尊嚴和主權 而且我們馬總統不只是馬先生更是卸任嚴守 他的行為舉止東見觀瞻 我們希望他此行能夠向對岸還有全球來展現 整個對於台灣主權的對等尊重 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夠把台灣的自由民主的這個價值 以及對於促進全球的這個和平這件事情 能夠讓這個在此行當中能夠維護我們國家的利益 以及國民的感情 這樣子才不會讓我們台灣人民失望 好那馬英九呢他不只是馬先生 他也是卸任援守 所以外界也非常的關心說他這趟的為安會怎麼樣來安排 其中就傳出可能隨乎是不配槍的 這個部分呢陳建仁也表示相關的單位都在協調安排當中 一定會給馬英九最安全的保護 以上是現場的正義情形把時間交往棚內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